唐震刚为绒一小时不能动入戏太深不吃不喝脸颊凹陷 唐震刚首次挑战新戏路,带天使巍巍饰演PTSD,创伤后压力症后群,患者,每次上戏得花至少一小时上戎特殊妆,还要挑战身体极限不吃不喝, 让双颊受到凹陷,身心完整呈现病态痒,而为了诠释性格扭曲的人格特质,唐震刚还刻意变成演出,他说,准备这角色的过程是痛苦的,体型要符合受伤之后的状态,生理,心理在开拍前三个礼拜内,我无断调整适应心理,感受痛苦,连同主屋檐下的子子都说我变了个人。 入戏太深的他,更在剧中对王冰铸变太施暴。 唐震刚在天使巍巍受刺权是性格扭曲的角色,因压力创伤症后群造成人格,心理,行为的脱去。 唐震刚说,我会需要一段时间进入角色的心理状态,甚至是脸不自觉地抽动,开拍前三周调整饮食,适应身体状态,开拍前一个礼拜更把自己关在房间,于是隔绝,让自己痛苦,尤其是心境,因为那不是演出来的。 他还说,这角色因意外融导致心理不平衡,为了特殊戎装,得坐在那一个多小时做翻膜,完全不能动,只能努力呼吸活住,只有留一个鼻孔的小洞,特殊装的造型一次得花一小时完成。 除了特殊装,连声音都得做改变,唐震刚说,车祸伤到神经,车祸后声音会受损,这些细节也都必须要顾到,所以演出时声音都要调整变声。 敬业的唐震刚为了完整融入即大于角色,他还特地做田野调查,跑去台大医院观察大手术后身体状态的模样,唐震刚说,台大急诊,医学图书馆我都去过,除了观察,我研究过,病人昏沉,疲劳除了本身病症的关系外,脱水现象也是主因之一, 为了塑造脱水样,每天只喝咖啡,吃饭只有以前十分之一,于是双颊凹陷,完全的虚弱痒,入戏太深的极端手法,也影响同住的家人。 唐震刚表示,我跟子子一起住,他觉得怪,我怎么不吃不喝,说话暴躁,还会大吼说,不要管我,啰嗦什么,这样的状态也会造成心悸,眩晕,就算开拍之后也只吃一点点东西。 入戏的他,就算没上戏,也可以与所有人保持距离制造疏离,与王丁住有一场变态的施暴戏,他带点歉意说,我对他很极端,变态,但不管怎么变态的摔他,打他,他都很OK,我根本没法在意他会不会受伤,因为情绪必须都在很满的状态,一点犹疑都不能有,无法怜香惜欲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